HELLO 大家好,我是五星 歡迎回來收看我們的單身模組生存 那上一集我們花了一整集的時間探討跟研究出了 我們後面這一套Metal Overdrive的類等價交換系統 那它的運作原理就真的很像等價交換 因爲你是要拿相應的材料分解出一個能量單位之後 再把它轉換出更高階或者是你想要的道具 然後類似的機制其實就很像傳統的E2等價交換 也有點類似IC2的物質製造機 但是其實也有點跟那個不太一樣 因爲IC2的UU Matter它比較像是職能互換 因爲你需要很大量的電把IC2的電能轉換成UU物質 然後再用UU物質去製造出你想要的東西 所以IC2那一套就比較像職能互換 但是Metal Overdrive這個就是等價交換 像多重的東西可以換出多少重量的東西出來 那也因爲它是用這個重量來去做計算 所以有些時候會產生某些可能雖然說蠻珍惜的東西 卻異常便宜的狀況 像是我現在正在進行分析是這個火藥 你可以發現我們的火藥明明應該 我是已經很久沒玩EE2啦 但是擺到過去EE2的話應該也不會說太便宜 可是它這次居然只有2KM 等於兩顆鵝卵石就可以換出一個火藥出來 以很多工業模組生成來講 這樣子的轉換是非常划算的 因爲火藥的話通常都是要蓋這個生怪塔 當然少數有些模組可以用比較特殊的 很詭異的機器配方給做出火藥 但通常講比如說我們這一包有需要大量製造子彈的需求 就需要很多火藥 雖然說它模組自己有那個硫磺可以直接燒出火藥 但是各位看看 它子彈其實也是有重量的 所以你可以算一下大概4顆鵝卵石就可以換一個子彈出來 然後我們的子彈又是消耗量這麽兇的 爲什麽子彈比火藥還貴啊 因爲主要是銅錠,這個一個銅錠就要價28km 所以換成像也好像子彈比較貴 但是如果我們要省這個銅錠的話 其實也可以直接把子彈拿去做分析 我們就可以用Metal Overdrive 直接換出子彈出來啦 有沒有很厲害 再來有一點,上一集我忘記講 不過我有用這個文字補充 就是你不一定只是塞鵝卵石進去 我們有Electra Utility的這個強大的壓縮鵝卵石 你就可以直接塞壓縮鵝卵石進去 不過要注意的是它當它的質量越高 它在進行分解的時候花的時間跟電量也會越高 你可以發現我要分解一顆二重壓縮鵝卵石 它每TIG消耗400RF 會比我們之前單純用普通鵝卵石還要昂貴很多 可以發現剛剛是多少 210RF 而且它這個速度也快很多 比這個二重壓縮還要快 所以是各自取捨啦 那因為我目前沒有任何的自動化 所以我一口氣塞這個高壓縮鵝卵石進去 可以比較節省空間 我就不用一直補充 雖然說它可能花比較多的電 不過我有把電線換成2000RF的電線 所以短時間內應該是夠用啦 剛剛這個面板好像發生了斷線的現象 不曉得是這個模組Bug還是怎樣 如果你發現你打開畫面沒有東西的話 你就把它拆掉重放 它就會刷新一次 就可以看到我們剛剛做好的火藥啦 那我們就可以一次多做一點看看 我們就Send Request 然後就會照我們的火藥 那當然裏面這個Plasma你是可以用 任意模組的水塔所儲存起來的 因爲它是記錄在Forge的Fully Dictionary裏面 它算是一種液體 我都知道還蠻快的 因爲它才2km而已 比這個終界珍珠還要少一點 好啦,那我們今天的主題究竟是什麽啊 各位看標題就知道 就是我要繼續來搞我們的AE圖 並且來發展我們的自動合成系統咯 那感覺進度好像有點快 可是仔細想一想我們1MSLINE已經玩了多少集了 已經玩了不少集數了 該是來做一點自動合成的東西啦 那我們可以到樓下看看 我已經把地底下又挖了一個坑 所以很明顯的就是我要把自動合成的機構放在這下面 這邊指的自動合成是泛指原版3x3的這個合成配方 機器自動合成的話就是散佈於我家的各處 暫時沒有把它集中在一起的打算 因爲我們其實我們家還是蠻狹窄的 如果要把機器型的自動合成都集中在一塊的話 我可能要搬家才行 當然那個是以後的規劃 現在的話我們就是先搞這個3x3自動合成就好啦 那也因爲是要放在地底下 所以我們就又省下了一個P2P的欄位 直接把這個拆掉 然後這條電線往下接就是我們的自動合成啦 那要講AE的3x3自動合成的話 有一些概念可能要跟大家提一下 雖然不一定是正確 但這是我個人的想法 因爲你要用AE2如果是只靠AE2的3x3自動合成 就是通常都是用這個MalucularAssembler 然後這個小傢伙是完全不會吃Channels的 它只會吃墊 那打開畫面的話呢 這邊可以放你引扣過的這個Pattern 就是指定配方放在裏面 當然後面有一些更更複雜的部分等一下再講 就是你可以指定一個配方 然後它就會一直瘋狂的合成 只是它合成的話是一次大概合成一個一個一個上去 頂多你可以加速它的這個合成速度 那像這種AE2的3x3合成的話 我個人覺得是比較適合比較複雜的3x3合成配方 如果你要做一些非常單純的合成 或者是很機械式的那種壓縮 壓縮合成的話 通常是比較建議用其他模組的方法 最簡單的例子就是我們剛剛看的那個 就是我們家那邊的壓縮鵝卵石生產線 它就只是9格合1格 那樣子的話其實靠其他模組的 就是很多模組的這種單純型的合成配方 會更快更有效率 甚至更損伺服器效能 當然AE2的狀況已經好多了 但是如果是擺到以前AE1的時代 慘痛的教訓 如果你用AE1來自動合成壓縮鵝卵石 它會消耗大量不必要的伺服器支援去合成那個東西 也可以說當AE1要合成的速度越快的時候會越Lag 就效能很差 所以在以前可能還沒有Story drawer的時代 我們都是用Thermal Expansion Thermal Expansion有一個Cyclic Assembler Cyclic 對,Cyclic Assembler 它是可以指定單一配方 但是它可以快速大量的合成 用這個來合成壓縮鵝卵石 就是在當時會比AE1還要快速 又省之人不會Lag 當然AE2雖然可能效能比AE1還好 但是它畢竟這個Malucal Assembler 它還是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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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成 速度上、效率上可能還是不比其他模組 就不說這個好了 說我們的Stick Factor Manager SFM 它可以一口氣拿一大堆材料塞進它的合成步驟裡面 然後再合成一大堆出來 單一合成就比AE2更厲害了 當然AE2它有一些方法可以分散執行 它可以類似多工合成的步驟 這等下也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跟大家提一下 有些太過於單純的合成配方的話 也許可以用其他模組來合成 不一定要堅持用AE 好,那因為我已經好幾百年沒有玩AE2的自動合成系統 所以我打算在單人測試世界再來複習一下 順便跟大家介紹一下我的個人心得 可能是以前我在玩AE2的時候並不了解 或者是沒有發現的 那現在把觀念修正一下 再跟大家分享 比如說這就是我們很單純的自動合成桌的擺法 然後只有Interface會消耗頻道數 那旁邊的這些Assembler 或者是我們叫合成桌 是不會消耗任何Channels的 所以說你可以擺無限多個 但是它只會吃電而已 不會消耗Channels 然後我們Interface就是 大家都知道嘛 指定配方的地方 然後當我們呼叫一個自動合成的時候 Interface會從它附近有Assembler的地方 放進這個材料合成 然後這個材料再自動塞回這個Interface 或者是直接吸回系統的意思 那這個地方的話有一個地方 可能我以前在玩AE2的時候是觀念錯誤的 就是關於這個Crafting Co-Processing Unit 我以前都細稱叫它CPU 但實際上這一整套東西 就是這個Coprocessing跟Crafting Storage 甚至是這個Crafting Monitor 這一整套在AE2裡面都稱作 Crafting CPU 就是Crafting CPU系統底下 又有細分成這幾個不同的部件 那這個Coprocessing Unit 或我們以前簡稱的CPU 它只是其中一個部件 那這個東西的話 在以前可能你不熟悉的話 以為它就只是加速系統運作而已 但其實不然 因爲它是輔助我們的Crafting CPU系統 來讓它可以多現成的來執行 什麽意思呢 比如說在沒有Coprocessing Unit的情況下 我們要自動合成任何東西 比如說複雜一點 這個合成太好了 我們一次100個 點下去 然後你仔細看這裏 你會發現我們的Interface 它會以分散 盡可能的分散去執行 這個就是平行化處理嘛 可以讓你的 就算不塞加速卡 它也會速度比較快 但是發現它其實少了一個 那如果我們再多塞幾個 一個Interface最多可以塞6面 你會發現它最多只會用3個 感覺效率好像不高 應該說效率沒有最大化啦 那這時候我們多塞了一個Coprocessing Unit 然後我們再執行一次 那因爲我剛剛放了一個東西進去 它的Channels會刷新一次 然後就會瞬間取消所有的自動合成 所以我們要重新再呼叫一次自動合成 這個瞬間你就會發現 哎呦,它居然一口氣用了6個Assembler 我只是加了一個而已 就直接變成6個 那從原本的3個變6個 所以就是很明顯的2倍化嘛 那這個是因爲AssemblerA2自己的東西 所以它可以大幅度的最佳化 所以你就算不塞這個也可以跟3個合成 但如果是機器型的自動合成像這個 我們很簡單就是燒這個石頭 的話就只能1對1 什麼意思呢,比如説我們現在不塞任何的Coprocessing Unit 我們要合成這個燒過的石頭 比如説10個好了 它一次就只會用 就是用一個Interface跟一個機器 其實也很正常啦 因爲我們那個也是一個Interface 不過呢 它這個Interface對於機器的自動合成 它只會朝一個方向來放置 如果你上面再放一個或旁邊再放一個 雖然我們的EnderIO它可以6個面都支援這個進跟出 但是我們的Interface它始終只會朝一個方向來放置 它的材料跟回收材料 這就是單核心處理 那這個時候我們多加一個的話會發生什麽事 我們再來呼叫 10個 它就會吊用兩個Interface 也就是兩台機器就變成雙核心處理啦 所以說這個時候我再把它加進去 所以這邊有1,2,3,4,5 其實不用那麽多 3個 那加上系統自己本身一個就是3加1變成4 那這個大家應該都猜出來 就是4核心化處理 直接做40個 所以總共有4台機器加入了這個燒製的動作 所以說如果像這種機器型自動合成的話 就是塞越多的Code Process Unit才會等量的分配 但如果你只是要用自動合成做的話 擺一個就可以讓這個Interface最佳化 因爲實際上你要自動合成某一個東西的時候 除非你有很多Interface擺了相同的配方 譬如說旁邊再擺一個Interface 然後也擺了類似分解木頭合成做的配方的話 你才可能會需要比較多的CPU 就Code Process Unit 其實這個東西我沒有驗證過 我們現在實驗看看 因為很好奇如果你有兩個一樣的配方 在不同Interface會怎麽樣 好 所以我們現在再來合成一下這個自動合成桌 100個 有有有有這邊也有 那我看看喔 1 2 3 4 5 6 它不是永遠6個 它有時候是並行處理的 我覺得這樣子看起來不太準確 我們要把它分開一點 讓我們的Interface可以完整的調用所有的Assembler 這個再給你 這個再給你 100個 這個地方是有連接上的 但是它 因為我把CPU打掉了 所以它只會掉用3個 好,這邊也吃到了 但是它就是 至少我們可以驗證出它是可以吃到很多個Interface 它不會局限於一個 所以如果多加一點 比如說我加到兩個 然後我再合成一次 它會掉用更多嗎 這邊是1 2 3 4 5 6 但是這個Interface就沒有被掉用了 這跟剛剛的情況又不太一樣了 你一顆CPU它會兩個那邊晃來晃去 兩顆只會再一個 而且還是只有6個 1 2 3 4 5 那我塞進可能多的CPU呢 我發生什麼事情 哦,有掉用到左邊的 跟右邊的 右邊是6個恆定 但是這邊的話只有一個有恆定 但是這個轉換倍率很明顯的 跟 如果只有一顆Interface的話 效率好像就沒那麼好 因爲你要花更多的CPU CP值好像就不高 我塞了這麽多 但它實際上就只掉用最多看起來8個的樣子 6加2等於8 8個不能再多了 所以感覺如果以 CP值來講的話 這樣子是最好的 一個Interface就好啦 但如果你是一個模組狂人 你想把你的AE2工廠蓋得超級大的話 你就可以塞盡可能多的Interface 然後更多的這個重複的配方 那也許可以加快一點點合成速度吧 但是我們這樣簡單的實驗下來就會發現 只要一顆Code Processing Unit 搭配一個Interface 就可以調用完滿滿6個的Sampler 所以這個概念我們就釐清啦 接下來我們就來設計一下 我們現在家裏面要怎麽蓋這個自動合成桌 那我想了兩個方案 當然最終方案應該就是這個啦 我會想要這樣蓋 那我地下挖的空間也剛剛好符合 就是在以前我們玩 第一次玩AE2的時候 我不是有跟大家推薦一個蓋法 就是像一朵保護傘的蓋法嗎 就是每一個 這個其實叫什麽排法 棋盤格式的排法 但是它是三圍巷的棋盤格的擺法 每一個Assembler旁邊都接一個Interface 然後每一個Interface旁邊也接一個Assembler 這樣擺法 然後最後塞滿32個Interface 就剛好等於一條Dance Cable 那這樣子的話 當初的想法就是每一個Interface 可以對應一個Assembler 其實是 嚴格上來講是對應四分之一 乘以四的Assembler 因為它會跟隔壁的共用 但是我們剛剛做完實驗之後發現 一個Interface最多可以貼六個Assembler 所以如果你要讓你的合成效率最高的話 其實要接近可能多的Assembler會比較好 就是速度會比較快 但是如果你要完美的達到六個面都接的話 那你就會變成這種狀況 你就會像在拼這個魯斑積木一樣 每一個單位都是6加1的情況 一個Interface加上六個Assembler 每一個單位一個單位用積木方式給它拼起來 那它就會很不規則或者是很難拼 當然如果你是一個三維空間大師的話 也許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覺得怎麽拼會最損空間 塞最多的Interface進去 那我目前這一坨東西總共塞了10個嗎? 沒有,應該不止10個吧 它這邊顯示10個 實際上應該有塞了12個 還有一個另外一個問題 你這個Dance Cable 你不是只放一個Dance Cable它就全部都連線了 因爲這一堆連線的話是靠它 兩個機器本身的互聯 那這兩個機器本身的互聯其實就相當於一個Smart Cable 它有兩個之間最多只會傳送8個頻道 所以你這樣子連到後面的情況 可能這邊就用掉了8個Channel 那這邊就連不到了 那你前面的話Dance Cable也只可以顯示10個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積木大師 甚至你要知道怎麽布線的話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怎麽拼 但是我想要單純一點 所以就這樣拼啦 變成一個Interface 最多接4個Assembler的排法 然後用那樣子疊起來 這樣子的話就單純很多 也比較好看 然後同時又兼顧比較多的面數 那當然如果你要稍微修改一下的話 也許會變成這樣子 對,像這樣子疊疊疊疊疊疊上去 可是這樣很浪費空間 各位也看得出來嗎 那你要折中一點的話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但我覺得這樣還是很浪費空間 所以我就直接4個就好 4個也夠啦 然後旁邊的話我們可以在Attach 接貼上這4個Crafting CPU的單元 這樣子的話就變成8核心 那我一開始可能只先做4核心吧 所以最外邊這個就先不用 所以這樣的話就變成4核心的自動合成系統啦 然後我們再貼一層的interface的話 就會剛好用掉32個channel 好,那我們就實際進家裡把它蓋出來吧 那如果要蓋整套28個interface的話 材料會消耗太多了 我目前沒有那麼多錦翼片 因為今天的話還在慢慢合成 所以我就先蓋一點點就好 總共12個interface 就大概3層吧 所以說我預計從地板的這一層開始 就是這樣蓋起來的話其實會有一種 視覺上的裝飾感覺吧 所以說從這個地方放置我們的Assembler 然後這邊是interface 然後再Assembler 然後中間的話就是我們的Cable 然後呢 interfaceAssembler 這樣剛剛好 然後這邊也是我們的Assembler InterfaceAssembler 然後這邊都放Assembler 然後Assembler interfaceAssembler 這裡 然後這裡 還有這裡 所以第一層大概長這樣子 然後我們旁邊的話都用這個Metal Overdrive的玻璃蓋起來 因為它這個只需要這個特殊的合金 那我們這個合金其實還蠻多的 再加上它的玻璃還蠻好看 然後又抗 應該是抗炸吧 它超級無敵硬 你看這麼硬 然後你可以用板手直接 需不需要右鍵挖起來 所以還蠻不錯 我就打算拿這個當作裝飾品 那這邊就不鋪電梯了 當我們需要作業的時候呢 直接挖下去就好 那會需要留這麼大的空間 其實是為未來做準備啦 因為其實這個MolecularAssembler 它是可以塞這個升級的 雖然不一定會塞就是了 但是你可以塞一些特殊升級 比如說速度升級 讓它的合成的速度更快之類的 那目前的話就是先鏤空 下面的話我們要繼續鋪 總共鋪三層的空間 鋪完了接下來我們來繼續鋪我們的合成元件 就是Crafting CPU啦 那我這次就只先採用16K 因為這個合成下去之後 似乎好像就沒辦法拆開的樣子 它不像硬碟可以拆開 其實不確定啦 但是我們又沒有足夠的材料 做64K的四個 所以我就先用16K了 那這個幾K幾K的Crafting Storage 是差點拿 但是關乎到你單一次的合成的 Schedule 就是合成的排成 它當你的合成越複雜 或者是合成的列表越長 因為你如果AE玩到後面 你會有很多很多的自動合成的機器 那你要合成一個很複雜的東西 那它前方一定會做很多很多材料的自動合成 就是一連串的自動合成步驟 那它就會佔用非常多的K 那或者是你要合成一個很單純的東西 比如說就是原木分解成木材 這麽簡單 那如果你要一次合成1000個或10000個木材的話 那它也會佔用非常大量的K 就是Crafting Storage 所以越複雜或者越大量合成 你會需要越大的這個東西 但是這個不用擔心是它可以疊加 你可以把兩個三個四個的Crafting Storage 放在一塊它就會相加 所以它也是可擴充型的啦 所以也不用太擔心 那我們就把那個碗頁塞進這個角落 記得先把它合成起來 16K NextGen Crafting 先塞這個Crafting Storage 再加這個Crafting Storage 跟Crafting Monitor 那Crafting Monitor不是必要的 你只要塞 其實只要塞一個這個Crafting Storage就可以了 那Crafting Processing Unit 也就是我們剛剛解釋的老半天了 可以平行化處理 那這個Monitor的話就是當這個Crafting CPU 被調用進行自動合成的話 它會上面有個螢幕顯示說它目前正在合成什麼東西 單純就是一個視覺上的效果啦 因為你要監控自動合成 即時可以透過上面的螢幕看就好了 不一定要透過這個東西 就是好看 當然有些時候如果你卡自動合成 你可以注意到會有一個材料 就是一個畫面停都在那邊停很久 這時候你可能就要過去關心一下 是不是有東西卡住啦 這邊可以放著 1,2,3 接下來把玻璃都補上 這邊,這邊 這樣子就大功告成了嗎 還沒有,我們要把電線接上才算 然後這邊建議大家下面多鋪一條 這個剛剛也解釋過就是 這些機器之間的連線是只有8個channel的上限而已 所以你可能連到下面的話就不夠 當然我們現在只鋪三層 但是如果以後鋪到六層七層的話可能就不夠 所以至少要保留兩條Dance Cable 這樣接上去之後呢 等它更新 所以我們用掉了16個channel 大概一半 然後往後下面還可以再鋪大概三層的Interface 但我們現在這樣子就已經有非常多的自動合成的東西啦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Interface Terminal 來觀察我們家裡所有的這個Molecular Assembler 總共12個Interface都放在這邊了 所以12乘以9 我們有非常多的3層3自動合成可以擺啊 那麼要玩3層3自動合成 或者是機器自動合成的話呢 就要透過這個Pattern Terminal這個螢幕 我們做了很久 現在終於派上用場了 然後我們天字第一號要自動合成的東西 通常沒意外的話 大家都會合成這個Incult Pattern 或叫空白的合成的那個東西 然後這個傢伙超級難找 是我覺得整個AE模組裡面最難找的一個東西 因為我每次都找不到它在這邊 所以我們先合成一個出來 然後呢 確認配方沒問題 我們可以點一下這個Encode Pattern 它就會用掉那個空白的Pattern 變成Encode完成的了 那這個東西我們就可以擺進這個Sampler裡面 你可以透過這個來擺 或者是你直接 這樣打開來擺也行 但是等到你擺滿之後呢 你會很難去指定哪一個是哪一個 所以用這個會比較方便 所以我們就可以自動合成咯 我們打關鍵字就會發現一個Craft 然後就可以指定配方 但是我們這個配方裡面還夾雜其他配方 所以我們先合成一個出來就好 或者是十個 那你可以按滑鼠中鍵 它就會直接調用這個自動合成 即便裡面已經有東西了 我們就擺在這邊 那我們要自動合成就是這個玩意兒 然後我希望是拿地獄石銀 我現在地獄石銀比較多 其實也比較好生產啦 就Encode 然後呢 還需要什麽東西啊 這邊應該沒有什麽了 接下來可能比較常用的 都試試看吧 比如說分解木材啊 或者是自動合成桌 或者是這個木棍 這些都是比較常用的 還有箱子 那這個配方是來自於 應該是Extra Utility 我走吧 這個配方 一次合成四個 所以先這樣子 今天時間的關係的話 沒辦法玩太久 應該說差不多了啦 分解木材 合成桌 這個木棍跟箱子 那這每一排都是一個Interface 那我又知道 因為每一個Interface 都可以獨享四個Assembler 所以我已經不用擔心以前那個老問題了 以前我們用開花閃的方式的話 我會擔心說 是不是有某一個自動合成桌 它被太多的Interface給掉用 那就會搶 搶工作 搶配方 但是現在每一個Interface 可以獨享四個Assembler 所以大家都是很公平的 那你再擺配方可以比較自由 不過還是有個問題啦 我想的太輕鬆了 你這一排如果有太多 使用率太高的配方的話 也會搶 比如說木材 跟其實這幾個配方 都是高使用率的 那就很容易互搶工作 那你就可能要自己注意一下 把一些比較高使用率的合成配方 給它錯開來 放在不同的Interface 這樣子的話就比較不會搶工作 好啦 今天我們就差不多到這邊結束啦 我們把A2系統的3x3自動合成系統 快速的做出來 但是這個還不包含機器自動合成 或者是紅石呼叫自動合成 或者是Exporter自動合成 那個就擺到下一集 或者是之後再說啦 感謝大家的收看 各位拜拜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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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